新聞媒體所有的好朋友 以及我們本會副立立議員 替南全體董人 電視基準 各位鄉親總部的視頻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十二月 切一日星期四 也許台南市議會第二次 第四次定期台會 第二十三次會議 我們今天親家的市府官員 有我們的理比市長 由到我們的林副比市長來代理 以及我們民族事務委員會 王主委 由到我們的政府主委來代理 我們今天最好的議定 是市政總之順 由到我們的副立立議員 校長在議員 替南理中議中成議員 每人這順的時間是五十分鐘 首先就請我們副立立議員 做市政總之順 副議員請 謝謝主席市長 各位一級主管大家早安 那今天輪到本席 來做五十分鐘的市政總質詢 首先我來請教一下 警察局黃中仁局長 你到底是台南人 我不是 你不是台南人 我中華人 你中華人 但是我想你的工作 你可以說 全台灣 可能已經都糟糕糕了 你對台南的印象是什麼 第一 我很感謝 我 你不要再感謝了 我感謝我有這個機會來台南服務 你以前來過台南 你覺得來台南旅遊 不要服務過 不要服務過 我要問你有來旅遊過嗎 你沒有來服務過 你有沒有來台南旅遊過 很少 很少 為什麼 因為工作的關係 本來我就很少旅遊 因為工作關係 你本來就很少旅遊 那你來這邊已經四個月的時間 那你對台南的城市印象是什麼 非常好 舉例呢 舉例第一個 這邊的民眾非常非常善良 講感情 市府團隊很堅強 這邊的遠景 認真講起來比起六都 我問你對台南市的城市印象 可見你完全沒有印象 你只有對你的團隊 對市政府的印象很深刻 好你請坐 那個管理局王局長 今年1月到10月份 台南市的觀光總人士是多少 跟去年的比較相差是多少 在人數上 在6月以前 我們跟去年比較人數是略為下降的 大概從今年的8月開始 人數開始超越 去年也開始做回升 大約是多少 平均月 每月的遊客人 我還是需要看一下 因為我 你不要沾用我的時間 1月到10月 我們管理局統計總遊客人數是 198萬4千 對不起 講錯了 1月到10月的遊客總人數是 1137萬人數 是人數喔 平均每月的遊客是 113萬7482人 那你去年呢 每月的總平均人數是108萬 所以你的遊客成長是48,043 是1到10月 1到10月 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都幫你統計出來 可是我對數字比較記不住 所以我需要看 數字比較記不住 但是 好 局長你請坐 那個文化局 王局長 葉局長 那你的古蹟呢 你的古蹟為了你不沾用我的時間 我告訴你 你的古蹟 1到10月的總遊客人數是 198萬 平均月 19萬8 相較於去年 全年是272萬人次 月平均數是22萬6 所以你是下降 為什麼 我們台南市的總觀光人次增加 但是你的古蹟 進入古蹟的人次卻是減少 最主要是什麼原因 你可以去探討 是因為 真的是因為 路客不來嗎 中國人 中國客不來嗎 那上半年我們可以說 是因為 2月6號我們台南發生了地震 可能影響了春節的旅運的人客 但是 後面這幾個月呢 跟議員報告 就我們的分析 其實在去年的上半年度 我們古蹟區入園的人數非常非常的高 那從 這個下半年之後開始減少到 原因 今年初 那原因的部分 其實我們 我們一來是 路客有一部分 的確是有一部分是 路客的 團客的部分 那 國內旅遊也有下降一些 不過我們歐美的 或是東南亞的 國外遊客是增加的 一個指標性的 赤坎樓 103年 月平均數還有 85,000多 今年掉到 63,000 因為他還是算 蠻是中心的 安平古堡的部分 那個 103年的月平均數還有 78,000 數屋還有59,000 平均都是大概掉了2萬左右 都是掉了2萬左右 就是用月平均數 而且今年才1到10月 1到10月 1到10月 所以我是認為說 我們常常在講 這個我講過很多次 人家說來台南 油股前 一世人沒來 叫做遺憾終身 但是來過一次 變終身遺憾 那我也知道說 我們文化局 已經有考量到 古蹟不能夠 單純用古蹟硬體設施的魅力 我們必須要有點跟點的連結 造成是一個平面 所以台南市推了非常多的文化園區 包括我們的四坎文化園區 那孔廟文化園區 現在甚至於現在擴大到 從司法博物館到 這個所謂的市立美術館 整個園區 這是一個面 那你們現在也用了 這個所謂的縣要來連結 可是呢 我們發現你這個縣 你要用什麼樣的來連結 其實我們就文化局在古蹟 地建 包括跟奇美博物館 怎麼樣子去串連 其實都有在規劃類似這樣子的 那你要用什麼來連結啊 你縣要用什麼來連結 點跟點之間要用縣連成一個面嘛 那你的縣你是用什麼連結 其實我們目前大概都是互相有一些 優惠誘因的方式 那鼓勵民眾能夠搭乘我們的巴士 來做串連 你知道觀光巴士 八八公車多久一班 多久一班 多久一班啊 一個小時一班 一個小時才一班 台南市現在其實團客 不是說沒有也是有 但是更多的背包客跟您說的歐美自由行 家庭旅遊最多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在每個面跟面之間的點的連結 例如我跟你們提過很多次 台南市在交通部觀光局所提出的最好的 樂活旅遊的方式叫做漫遊浮沉對不對 我講過很多次 所以你們現在用什麼來連結 用歷史街區來連結 所以歷史街區啊 我們從103年度開始啊 開始施工啊 102年度開始啊 總共花了8千萬元啊 做了103年做了對越門的 這個所謂的城闊改造 振興街清水市的街闊改造 包括沿水歷史街區的連結 王爺港改造工程 北區總爺古街 還有呢 總桿工周邊環境 沿水歷史街區 台南市河新 河新大街歷史老屋立面等等等等 到現在還在施工中的 新美街南沙工 有485萬的老屋採購 你做了這麼多的歷史街區的連結 那你覺得你的效益在哪裡 合計總共光是路面鋪色的改造 就花了8千萬 你覺得你的效益在哪裡 跟院員報告 那這個歷史街區環境的一個整理 的確也讓更多的人 來到台南的巷弄旅遊的時候 會覺得更加的優質 所以像對越門新一街 其實現在他也帶動裡面很多的老屋的再利用 局長 你講得非常好 帶動了很多的老屋再利用 所以呢 因為我們有這個叫做歷史街區的改造 那我們還有一個所謂的振興辦法 對不對 振興補助辦法 這個也是我們所有台灣呢 可以說是我們帶頭 第一個叫做振興 振興街區的補助辦法 你從今年11月把它原本單次整修或修建 從50萬把它提高到80萬 可是你這個歷史街區的串聯 做了這麼多條 總共花了8千萬元 我不知道說你到底在串聯什麼 你只是為了改造他的路鋪面去做改造嗎 你串聯了什麼 其實跟議員報告 你說你的對月門 乘破改造工程 我們不只是路面的改善 那你說振興街的環境改造工程 你也是做了路鋪面的改造 結果大家到振興街還是為了吃 到對月門呢 去拍了照以後就走了 頂多是中校街 正義街那邊有一些小吃 還有包括中破塞的那個老房子 大家在那邊拍照留念 那清水寺 清水寺的這個街闊改造 大家去走的這個歷史街區 他要看什麼 他要看什麼 歷史街區的部分 吃薄阿肉的包子跟水晶餃 不只是說振興 其實是給在地民眾 有更好的生活的品質 跟居住的環境 你要讓在地民眾 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怎麼會叫做歷史街區呢 所謂的歷史街區 我過去一直三神五令的提醒你 是希望能夠做街道地圖 也就是每個古蹟點跟古蹟點 我可以從孔廟串聯 走過這個所謂的 未來的新的古典的 市立美術館 透過清水寺歷史街區的串聯 我可以走到郵寒衛 可以走到條阿鄉 可以走府中街 我南下 我南下可以透過八級境 那個官地廳跟永福路 友愛街的串聯 我可以走到總感宮的歷史街區 去看廟與文化 我可以再從總感宮的歷史街區 透過街道的連結 我可以走過去刺坎文化園區 我所謂的歷史街區 應該是這樣的精神 而不是花錢晃在硬鋪面 然後去改善當地生活的這個情形 我們的臺南市的歷史街區的振興補助辦法 我們去做了這一些 結果呢 你一個南下宮一座 做幾個位 做多久 歷史街區 本來就是要跟當地的居民 大家去共同討論 如何去做改善它目前現階的環境 所以他不是單單的說 歷史街區 我想絕對不是如此 南沙宮 從106年8月8號開工 一直到現在尚未完工 他目前還是呈現這樣的狀況 你說讓改善他周邊生活住民的生活 結果你帶來人家的不方便 新美街 新美街也是一樣 新美街也是一樣 而且新美街你在工程施工的過程裡面 挖到了很多過去 那個什麼抽籤項 很多的歷史文理 那你也沒有去做一個變更或保留 充其量只有說4點我們要旁邊 在4點大天后宮旁邊的那個那個時街 你把它做了一個儀位 因為當地居民跟你反應說 那邊這樣子會非常的危險 那我們看不出來說 你全部把它蓋成 把它改成硬撲面 市長你要了解 這幾條的歷史街區的街面 全部為了不是要讓人走 不是要讓歷史文理 他是把原來連鎖磚的撲面 或者是柏油利青的撲面 全部改成實質的硬撲面 大塊實質 而且他為了以後比較好養護 他全部在硬實質撲面的底下 全部把它改成是南馬控的整個硬撲面 全部是改成硬撲面像這樣子 硬撲面以後上面再擺上一塊一塊的大石磚 我不知道說你整個歷史街區的街過只改善了地面 你卻沒有去說服看西街教會 他把他的百年教會 透過把他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柵欄把它拿掉 或是改成這個 把這個所謂的招牌改掉 或者是那裡面 和平街 幾十號有一間非常漂亮 裡面有小橋流水的日治時代的房屋 你有沒有去說服老屋主 還有這邊有一家舊旅社 舊旅社 我去調他的資料 他是民國四十幾年那時候的建築 你們通通沒有去說服整條 這個所謂南沙公街廓裡面的居民 怎麼樣透過歷史街區我撲面的改設以後 你整個街廓的歷史老屋跟著一樣的改變 你沒有改變你就罷了 至少要整理 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你也知道說 我們不只是改善撲面 也改善沿街的老屋的立面 但是那必須所有全然同意 你立面沒有改變 那你們有去說服嗎 現在我們老街的立面的改善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沒有辦法整理 我只有那天告訴梁科長說 至少你說服他們整理 我一個人走了六家 六家都願意整理 我告訴你從紅芋頭 從紅芋頭 這個所謂的淡宅面 一直到裡面有一家眼科 到看溪街教會 到那一家我說的日式之代 現在還在做商社 他們都願意 只是他們不知道怎麼整理 但是倒數我說 文化局沒有人去跟他講 現在很多都是看了別人整理 效果不錯 還說他很要 產業引路的效應 你把整建跟修建 從單次的金額 從五十萬提高到八十萬 文化經營的補助 從過去五千塊 把它提高到一萬塊 你這樣子做 就希望能夠做人口產業引路的效應 和街道串聯 歷史老屋 要創造歷史的氛圍 我覺得這是不夠的 建物整修 文化經營 一萬塊 教育推廣 也都一萬塊 這是要做什麼 總共 加起來五百萬 今年送建的對象是四十二件 約為去年的兩倍 但是我們每一次補助 都是點綴式的零散分布 沒有整體策略 沒有主動的輔導 我不知道這樣子 這個歷史街區 街道地圖的串聯 到底有沒有意義 局長我不是責怪你的意思 台南人有一種 台灣人來講 有一種起而孝之的效應 人家說台灣人很愛什麼 很愛吃 我試吃了以後 每個人都來試吃 可能有一個買了 第二個人來試吃 可能就覺得好吃嗎 好吃喔 那我可能也會跟著買 第三個看到 兩個買了 也會來買 為什麼我們不主動出擊 找願意跟我們配合的屋主 先做他立面的整理 不一定要完全拉皮 我告訴你 歷史街區的美麗 是在他的人文跟庶民生活 不在他一致性的立面 也不再是他歷史街區裡面 一致性的立面的改造 讓他變成是每間都一樣 而是每一戶都不一樣 才能知道說他歷史文理 議員我們現在做的就像你講的 是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看到了 你已經完工了 包括總感工 包括南沙工 包括西美工 西美街 18家他們送同意書來 我們就先整理他的立面 那就更好笑了 不是全面性的拉皮啊 那就更好笑了 沿水區 你知不知道現在 我們所謂的次坎區 跟這個叫做安平區 已經叫做雙城計畫 難道你不知道嗎 我們請區長協助去取得立面的同意書 現在就是很多的有老屋的住家 他們都看別人整理得不錯 然後他才提出來 一開始其實是非常排斥的 這是事實啊 所以這幾年來慢慢的數量增加 我覺得你這個叫做辯解 你今天應該告訴我說 你說你是事實 好你整理了幾家 你整理了幾家 我們市中心中正路的也都有 你整理了幾家 來我告訴你 依據台南市 我本來是不想這麼嚴厲的問你 台南市歷史街區振興委員會 歷史老屋暫行認定原則 歷史老屋是指民國60年前興建完成 並坐落在台南市的建築物 在這個前期之下 文化局委託成功大學調查了 俯成歷史街區其中計畫 統計結果報告 俯成歷史街區內 非具文資身份 但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歷史老屋 包括具有歷史文化意義 表現地區風貌 民間藝術特色 具稀少性不易再見 總共有1900座 請問你列館的幾座 請問你整修的幾座 請問你輔導的幾座 列了很多的老將師的名字 局長 局長 不好意思 因為我對這個巷弄文化非常有興趣 我對於街道地圖非常有興趣 我可以告訴你 我已經幫你說服了和平街 從西門路到國華街這中間 至少有四戶他同意 我說服了八旗進觀念廳 有愛街市立美術館 未來的有愛街旁邊的歷史街面 至少了已經有六戶至十戶 他們願意來參與我的這種 這個叫做主動出擊 你有沒有去做過田野調查 你有沒有請文化局的同仁 至少要編譯算一戶一戶的去詢問 他們願不願意去整理 我不知道這樣子未來的雙城記 人家到我們台南市 因為我們的雙城記 是全台灣交通部核定一個 完全是駐商混合的觀光地區 局長你請坐 光旅局王局長 我剛剛有提到了 我們一千兩百座 六十年以上具有歷史意義的老屋 就是民國六十年前興建的 但是我請問你 你在今年交通部九月份 已經核定我們做觀光地區 叫做雙城記 雙城觀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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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對我們的優勢跟 劣勢在哪裡 我想最重要的優勢 就是說我們在觀光地區 可以用一個比較一致性 而且是比較計劃性的方式 來進行這個區域的管理 來促進觀光 來進行觀光 對來促進觀光 這是當初設定觀光地區的一個目的 那我請教你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是 民宿的問題 剛剛我已經就叫過 那個文化局業局長 就是有關於老屋的問題 那你也剛剛 你也在記者會上面有宣示過 在雙城地區 確定指定為觀光地區時 民宿的要件有哪三件 民宿的要件 應該是說我們期待的民宿啦 民宿的要件有很多 我們期待的就是說 希望它譬如說不要是投機型的投資 那不要說就是做了就走這一類的 應該是指我在記者會上講的這三點 局長 你可能要吃銀杏 你指示的呢 民宿的要件第一 要有一定的屋領 房間數在五間以下 非集合式住宅 這是最基本的 還有很多其他的 那當然因為你為了讓這些民宿 他們不要變成是黑戶 所以你用促進這個所謂的觀光條例 那我們去爭取了雙城觀光的 為這個量身打造 但是你知道嗎 交通部的民宿管理辦法 並沒有替台南的雙城地區量身打造 我們現在的民宿管理辦法 對民宿設立的規範 有這四大項 當然在經營設備的這部分可以突破 在消防安全設備的部分也比較能夠突破 但是在申請登記的限制裡面 包括他建造還有合法房屋的限制 還是一樣 而且不得涉於集合住宅 不得涉於地下樓層 這是我覺得是基本的 再來就是樓層的樓地板面積超過240平方公尺 要設立兩座以上的直通樓梯 因為這個是因應我們未來雙城計以後 我們把過去的這個樓地板面積把它做一個開放 但是這一些事我們沒有辦法解套 那我想請問你 台南市目前經過成功大學的調查 有1900戶的老屋 他們都是在街闊內 非在街闊外 他們可以成立民宿嗎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嘛 不一定嘛 所以這跟你的精神是違背的 因為你希望有特色的民宿 他必須要有一個一定的屋齡 可見的你現在告訴我說 他不一定嘛 那不一定的以後 你又說不希望投機客來炒房 我問你 他是去整理一間老屋 來當作特色的民宿比較便宜 還是他乾脆 他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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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建造 但是他把它全部的做一個改裝比較滑得來 跟議員報告 第一個就是說民宿管理辦法 現在正在修法 那在修法之後呢 因為現在還沒有修法完成 正在進行公告然後修正 他未來呢 有開一個門是自治條例 就算是在民宿管理辦法裡面 沒有辦法開放的 未來也還是可以透過地方的自治條例來通過 第二個就是議員所關心的老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老屋其實並不是全部都要變成民宿 民宿還是有民宿基本對於消防跟公安的要求 所以還是會有民宿的基本條件 那民宿是老屋的利用方式之一 那但是他還是必須符合民宿一些條件 因為我們剛才有看到 古澤 他的門票不一定增加 他的遊客室不一定增加 因為他可能來過一次他去過車站 他感覺不一定要去 但是他會去赤坎樓或是安平古堡 或者是我們這個所謂的未來市立美術館園區 國務館園區那邊去做周邊的遊企 那我想請教你 台南市的都市計畫人口結構 是不是住商混合 你說隱身在巷弄裡面的老屋 他即使不做民宿 他也有可能做一些文創或是賣一些小吃 那如果你在做這樣子的所謂的觀光地區的整合 你沒有把這一些的因素要件把它納進來 你知不知道神龍街 你應該去過很多次 神龍街每一次在過年的時候 常常發生居民跟遊客吵架 動輒就要請警察來維護秩序 所以整條神龍街現在都有請保持安寧 就是我們在一代的講解中 我們有注意到這個狀況 所以議員說的是完全就是現在的狀況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專案輔導 所以你要了解民宿未來的經營 包括衛生局就是他的環境衛生 跟可能傳染病有可能的通報 法治處在消保官也就是說 他消費者跟這個所謂的民宿業者的糾紛 還有警察局維護治安 或者是也許後來以後大家都沒有留情去 去那個Motel 燒炭都走去民宿上 因為比較有歸屬感 這一些的東西 你們有沒有去考量到民宿 到底在這個雙城祭裡面 因為在雙城祭裡面 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這個雙城觀光特區 是唯一全台灣不是在完全沒有住宅的風景區 一般我們的觀光地區都是在風景區裡面 它既住宅非常的少 沒錯 但是我們這個觀光地區 確實完全是在這個住宅區 而且很多是高密度的住宅耶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共同的平台 我們現在有組一個跨局處的輔導平台 專門處理像這一類的問題 因為我們可以預期在民宿一旦開始申請之後 會有非常多的問題 你們什麼時候弄了一個跨這個的平台 我在記者會裡面有公開說明 也在市政會裡面提出來 我們有一個對內外各一個平台 對內就是跨局處的平台 對外市民宿的輔導平台 你申請這個觀光地區已經有三年的時間了對不對 你用了一個觀光旅遊局提交交通部指定觀光地區 申請的經營管理計劃內容表 這是規定要申請的時候 這是你要寫的嘛 對不對 你的管理計劃只有各項設施由台南市政府統籌 相關權責單位維護管理 鼓勵民間共同參與 然後你的行銷推廣 包括什麼媒體行銷 還有什麼電子電子報等等 活動行銷及優質商店合作 提高遊客意願 你這個這個這個計劃內容 這個計劃內容 還有包括旅遊安全維護計劃等等 還有什麼交通引導及疏導什麼旅客服務中心 這是在提出申請的時候的要件 局長 這是提出申請的時候要件 需要提出的文件 這是三年前你去提出的生活要件 那這三年內你做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 在今年九月份交通部公告通過你的雙城計劃 你十月底才花了七十萬找業者著手 進行這個所謂經營計劃書的撰寫 你十一月十五號記者會宣布訊息跟作為以後 十六號才開標得標議價 哪一家哪一家哪一家得標 哪一家得標 是有成大的團隊 蛤 成大的團隊 好你說你在做這個審定計劃的時候 有橫向都去聯繫了 你聯繫了哪裡 那個局長你請坐交通局那個張局長 你有沒有參加這個審定計劃的這個聯繫平台 我沒有參加 你沒有參加 好您請坐 都發局局長你有沒有參加過這個審定計劃的平台 沒有 沒有參加過 好文化局業局長 你有沒有參加過這個審定計劃的這個沒有 好 九月份交通部公告我們的雙城觀光特區 十月底觀光旅遊局花了七十萬找寫手 請成大來寫經營計劃書的撰寫 明年一月一號雙城地區就指定為觀光地區策略就上路了 你到現在 沒開過座談會與居民對話 沒有找過其他局處協調相關業務 沒有任何基礎調查 統籌平台也沒有建立 請問 你這個計劃書是怎麼寫 居民不知道 文化局觀光局 甚至於剛剛都化局 不知道 居民只看了 這個新聞媒體公布了 紛紛打電話來 我們服務處說 我們家有困難嗎 我們家會怎麼 都不知道 那你計劃書就已經展開了 作談 你跟誰作談 跟所有的民宿進業者 跟民宿管理協會 你剛剛已經告訴我的觀光地區 觀光地區不只是民宿啊 觀光地區還要包括文創耶 觀光地區還要包括歷史街區串連小吃美食耶 在溝通的部分我們還是會繼續做 但是問題是你的審定計劃書送上去的時候呢 是寫得非常清楚耶 你有包括了這個所謂的交通的配套 你的調度 然後你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但是這些都還是要經過公告來做說明 管理計劃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一個計劃 review 你通通沒有還有一點耶 你還有齊樓整瓶及齊樓暢通耶 這是在當初申請的時候的文件 然後還有加強旅宿安全跟衛生機查耶 對 這是申請的文件 我們一定要再review一次的 那那個局長 你有沒有參加過這個平台的會議 我們沒有開過 沒有開過會嘛 你剛剛說你做堂會就只針對民宿嘛 所以你的觀光地區本來很顯然 就針對民宿 你怎麼會是什麼雙層級呢 那個林局長你請坐 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 在中央不斷的說服 請議員不要誤會 那那個王局長你請坐 張局長 你會不會擔心 你會不會擔心 我替你很擔心 雖然沒有開會 雖然還沒有開會 但是我們平常業務上都有聯繫 因為市立美術館的新建 我們公十一停車場 原本有大概非常多的停車格位 通通現在都不使用 那你在公十一停車場 目前在整修以後呢 周邊只增加了十六席的汽車停車殼 機車是五百七十九 我們現在看起來 中西區的路外停車場 公有海外 公有路外停車場 跟海岸路地下停車場 跟民友的還有新光三葉 包括都督房 看起來 煞有其事的好像是非常多的停車格位 其實沒有辦法容納中西區 也就是我們未來雙城祭裡面 所謂的這個刺坎園區 那個名字熱熱等 我都說不可以好聲 我知道一個是熱蘭城區 熱蘭遮城區 那一個是普羅明遮城 這兩個城區的交通啊 我替你很擔心 尤其剛剛我們局長也講得很清楚 我們增加了很多歐美旅客 背包客跟家庭式的旅客 因此可能我們會帶來的交通衝擊非常大 尤其雙城觀光地區如果推行了以後 它可能不是只有老屋 會非常凸顯我們台南人的庶民生活 引發大家的喜愛 我們的小吃也是散步 它不是一個面集中式的 它是點綴式的在很多的街闊 那我請教你 這樣的停車各位 你覺得如果要容納我們台南市周圍 尤其在舊城區裡面的 這個所謂的流動的周轉率 你覺得夠嗎 那個跟議員報告 的確中西區要增加停車位是比較困難 剛剛議員有談到 我們這兩年路邊增加了很少 16個因為路邊很困難 但是我們路外增加了900多個 那這是扣除了這個公十一取消之後 局長 對 你路外增加那麼多個問題是你沒有接駁 你完全沒有接駁 這個就是 對 我們在民生路有一個廣闊的叫做轉運站 在中華西路完山的正對面也有一個廣闊的轉運站 問題是你完全沒有接駁 甚至於未來我跟這個現在屬立台南分院 這個部立台南分院的許院長 我也跟他提過 我說未來南方公園 目前那些很凌亂的這個所謂的攤販 如果收回來以後 他可能整個面對中山路的廣場 他會做一個廣場 並且增加了停車空間 那我也跟許院長說 我覺得部立醫院應該把它釋出 跟我們台南市民共享停車的空間 他認為非常的需要 所以那邊未來也是一個轉運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這個感謝議員 我們會去跟他討論 但是我們目前八八線的觀光公車 因為一個小時只有一班 即便他行駛的這一些的路邊停車場 停車的意願還是非常的低 而且呢你要了解 我如果今天從我們的孔廟文化園區 我去做一個旅遊以後 我散步過去赤函文化園區 請到 我覺得走回來 這個是中西區公所 他們非常的用心 做了所有的導覽地圖 全部把台南市中西區 從每一個古蹟的面 經由哪一條的歷史巷弄 可以走巷弄文化到另一個景點 但是我怕去我怕不回來了 那當然你今年編了 跟交通部 申請了所謂的雙層觀光巴士 問題是只有兩步 那如果這兩步 他不是四步 他不是五分鐘十分鐘來一班 我會說這個意願也很低 你怎麼去串聯這一些的面 我跟議員報告這個 關於觀光景點的串聯 我們大概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是我們 剛剛議員提到的雙層公車 就是Double Decker 這個有跟中央申請四步 那經費也下來了 那另外呢 8899這一部分 我們會跟管理局來討論 那管理局其實前一陣子也有提出來 希望把這個路線做一個整合 然後把班次能夠提升 局長 對不起 這個部分我們會努力 那另外如果還有需要 您身為台南市一個交通的樞紐 你等於是 你等於是你知道嗎 你等於是我們全身的動脈 因為動脈的血液 要是沒有流通 就會酸塞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任何的一個地方 一個點 你都不能夠因為它連結不起來 所以它就變成酸塞了 我最近因為時常去台北 我發現它任何的捷運站 或是人流比較多的點 都有T bike 都有U bike 但是我們現在的T bike 卻是集中都是在古蹟點 那我告訴你 在古蹟點的話 它可能不一定是背包客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一般的 我所謂的家庭旅客 它有可能大部分都是 團進團出的旅客 回居多 但是我們設的點 卻不是在這個所謂的人型 比較需要的地方 這可能我要檢討 那讚也不夠多 那未來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雙層觀光巴士 盡量能夠用rotation的方式 環狀的方式 一直在那邊游 這樣子的話 這個所謂的動脈 它才能夠像一個正常人的血流一樣 不會產生酸塞 也許我走了 我走了這些巷弄 我去成德巨堂 我甚至也說服了韓內科 韓院長 他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後花園 其實他前門是在明泉路 他後門其實是在永湖路 我跟韓良辰醫師說 如果我們把歷史街區 我想辦法把它串連起來 你願不願意開放你的後花園 讓人家進來走走 看看日治時代人家的庭園流水 是長得怎樣 他說可以啊 但是要有管理啊 要有一個配套啊 那這個就是讓他們串連在 我們每一個歷史小巷裡面 看我們的歷史人文 我們的庶民生活的時候 他不會累 他到刺坎樓 他可能去喝了一杯逸風冬瓜茶 吃了我們的小吃以後 他可以隨時做我們的雙城巴士 回到他停車的地方 他不會累 那這樣子一直rotation 這樣子我們的城市旅遊 才會串連起來 那不然的話 你串連的中區的點 到西區的小吃 其實是非常好的 我是議員的意見非常好 其實我們台南就是一個慢活城市 我們一直在努力 要做BBW就是 我們外國的觀光客 然後我們的bike 跟我們的步行 跟這個別縣市的觀光客 來台南 人家說香港有丁丁車啦 那倫敦有當當車啦 台南只有脫掉車啦 人家的丁丁車當當車啦 台南只有脫掉車啦 台南台南去逃啦 走到要死啦 因為呢 去到那個店家 有時候臨庭買個小吃啊 車就不去啦 一個外國二十五塊啦 結果要付兩千幾塊啦 人家叮叮噹噹 我們是脫掉啦 還讓媒體啊 我們脫掉車上路了以後 還讓媒體放大在媒體上說 觀光客注意囉 台南市即將展開這個民間脫掉 局長您請坐 局長您請坐 所以市長 台南市啊 雙城地區中西區就佔了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因為安平區 它所衝擊的面向不會那麼大 因為安平區 它原來的觀光地區就集中在舊部落 也就是過去就是現在那個安平古堡 安平書屋所謂的樂蘭遮城區 但是它有旁邊五起重劃區 它有很多的馬路 甚至於我們現在民權路也淪陷了 到了下這個尖峰時間啦 或是過年了 很多台南人都不敢往那邊去 交通衝擊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的遊園區客不攏返 而且這遊園區一定要不計成本 我發現我們來我們台南市觀光的 不只是假日 我們連平常日來我們台南市觀光的 也都非常的多啦 所以怎麼樣把歷史街區再把它做好 歷史街區應該不只是只有路面的鋪設 應該把街面用主動輔導的方式 而不是只有金額把五十萬提升到八十萬的補助 有時候只是一個管線的整理 地下化跟它那個鐵窗的更改 就可以改善整個街闊的利面 不是不需要花很多的錢 那這樣子散佈在這個所謂的歷史街區 才有它的意義啦 好 那 我喝口水 再來我請教那個教育局程區長 醫院好 今年我們有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對不對 是 那今年的成績怎麼樣 呃 今年的成績跟以往差不多 跟以往差不多喔 今年我們排第幾名 呃 我們如果在六縣六都裡面啊 我們呃 大概都是排第就是 在六都裡面都是大部分都排第六名嘛 對 那今年掉到第七名 齁 因為可能是 今年在台東縣舉辦 那東道主的話就卯盡了全力 所以贏了我們一些獎牌啦 齁 但是其實它的總獎牌數也沒有我們多啦 可是你看六都齁 那可能他們人口比較多 所以呢 可能他們的獎牌面也會比較多 選手比較多 可是落差真的是太大了 齁台北市我們不要去比 新北市我們不要去比 我們就 然後那個 從樣一起合併升格台中市來講 台中市就有160面的總獎牌 台南市才65面 才70面 那高雄市因為它過去呢 本來就直轄市 那可能就是說它的變化也沒有很大 那你覺得這個原因是什麼 呃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呃 台南市呢一向都是以呃 培育我們自己在地的這個呃 選手啦 鼓勵在地的選手呢 能夠呃 發揮它的這個呃 能力 鼓勵在地的選手 發揮它的能力 那你所以你覺得 這個在地的選手 就是說 我們沒有去外面跟歐巴人的 那個那個 的那個 選手來比賽 所以我們的成績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你都沒有去檢討嗎 台南市 從 呃 去年開始喔 因為市長他有聽到的體育這個問題 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增加了六十五位運動教練 正式的教練有三十五位 約故的教練有三十位 正式運動教練比去年增加了十六位 那這個每一年可以評估各縣市 體育賽事 尤其是中等學校 中等學校一般是培育我們全國性的選手的一個搖籃 我們居然 我們居然 人事費從去年的四千一百七十七萬增加到四千七百萬 我們今年的成績還比去年還不好 你都沒有去檢討 你只有說我們只培育自己的選手 那培育自己的選手很好啊 你增加了十六名的專業運動教練 你的成績居然比去年還要不好 雖然我們不希望說用獎牌數 來看體育賽事的成績 但是你要了解 這一些的中等學校階段的選手養成的關鍵 是未來四級選手培訓制度 我們的計畫重點 2020年東京奧運 這個是所謂的體育署的駝牌計畫 就是靠這個 那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台南市的體育成績 你滿意嗎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今年市長非常支持 在專任運動教練這個部分 我們增補了十五個名額 其實也是希望說 讓教練有更穩定的這個工作 來培訓我們的選手 對 比較穩定的工作 比較專心來培訓 那為什麼成績還更不好 尤其有 舉重 舉重 羽球 桌球和射箭 是我們台南市四項 我們有八項嘛 我們有八項包括舉重 羽球 桌球 射箭 射擊 返船跟伐船 我們八項是我們台南市 七項是我們台南市優勢運動項目 然後呢這四項啊 舉重 羽球 桌球 跟射箭 是全中運的比賽項目 結果我們的成績呢 每況愈下 2013年我們還有二金二銀四桶 到今年只有三金一銀一桶 那羽球呢 只有一金二銀 桌球更剩下一金 當然金牌是留在我們這裡 射箭呢 一銀 那你這樣子逐年增加 你讓他專心來做我們的體育賽事 我們的小選手的培養 但是很顯然的成果不佳 跟議員報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再持續的努力啦 因為今年的這個 增補裡面呢 我們是在九月十月完成這個教練的增補嘛 所以在這個部分 所以你的意思是九月十月增補以後 明年我們的全國運動會 因為明年全國運動會是每兩年一次喔 明年全國運動會就要運收他們的成果喔 那我再請教你喔 你知不知道啊 我們常常在說 我們有台南之光卓越市民喔 包括我們陳偉玲啊 他是大成國中南英商工養成的 那他也在世界錦標賽 那個拿下金牌 那射箭選手吳慧如 他也是我們 這個所謂的 鎮海國小 金城國中 長榮中學 所以很多我們的卓越市民 都是我們體育賽事的一些 佼佼者 一些選手 但是 因為我們 台南市尚未改 高中職尚未改歷勢力 所以很多的高中階段 因為攝領國教的關係 全中運 都是代表台南市參加 那現在都已經去別的縣市了 我舉例喔 從2014年到2016年 我們這麼多國中 包括新化 東元 永康 東元 安定 文賢 永康 跟金城國中 這麼多優秀的選手 通通跑去代表別的縣市 那我再跟你跟你舉例喔 我們有一個 跆拳道的選手 叫做徐宇哲 徐宇哲 在這裡 他是 跆拳道 國南品 男子組的跆拳道金牌 他是文賢國中畢業 然後代表我們去年去參加全中運 那是因為他現在有一個教練叫陳思欣在花蓮 所以他現在轉到花蓮去念 他在今年參加秘魯世界品勢 跆拳錦標賽獲得金牌 他回來以後他非常高興 跟體育處說 他想把這個金牌獻給我們台南市 那希望台南市長 我們賴市長接見他 他要把這個獎牌送給我們的 那我們居中去協調 體育處回答我說 不好意思 因為他戶籍已經不在台南市 他也不是代表我們台南市去比賽 所以不能表揚 而且他連徐宇哲是誰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樣子的體育處還能做什麼 他對於幫我們在全中運拿到好的成績 這樣的賽事 他要到別的縣市去念中學 去念高中 我們沒有人去關心他說 你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是你是不是要留在台南市繼續學習 陳詩欣的部分我可以容許你 我給你獎學金 你每一個禮拜或是每一個月 可以到花蓮去學習 這樣是不是會比較好 才能夠把人才留在我們台南市 結果你說你約了專業勁動項鍊 是要陪止我們當地的選手 都陪止到國中 你就把它送給別人了啊 那怎麼會陪止呢 那些選手很可憐呢 是不是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現在呢 也是努力在就是說 建立這個三級培訓的制度啦 所以像您剛才舉的這個例子 我會再去做一下了解 那我們在某些運動項目上面 其實我們也是為了留住 我們優秀的選手 也有在學校還有跟家長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努力 希望說 局長不是只有努力 我覺得體育處是有問題的 他沒有辦法去管控我們 現在都還來得及嘛 其他的都已經上去了嘛 明年六月份畢業的 是我們第一屆高中職畢業生 即將進入社會 那現在還來得及 今年的所謂的全中運的選手 我把拜託體育處 呵呵去列出來 有得到獎牌的 沒得到獎牌的 因為我們不是只有獎牌得主才 好 再給一分鐘 全中運 今年得牌 或是去參加比賽的這些選手 通通列為我們重點 要去輔導 去了解的這些選手 這樣好不好 是 是不是也去了解一下 未來他們如果升高中職 我今天本來要利用一點時間要問 因為明年台中市 1月1號 該中高中職 他們的台中市已經要接手了 我們到目前還沒接管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12年 國教無法連貫 以至於這些優秀選手 必須到其他縣市去就讀 這些你們要有一個總表出來 我問他一個徐宇澤 他就不知道他是誰 我覺得很悲哀 而且很對不起這些小選手 國小國中是我們體育最好陪子的時間 而且體育代表一個國家的國力 我們代表台南市出去比賽 代表是我們城市的力量 好不好 局長 議員這個我們會全力來做 謝謝 好 謝謝 市長 市長要跟 我來跟邱議員 稍微報告一下 感謝邱議員在文化還有觀光教育體育方面的指教 就是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我們台南市的觀光客有沒有減少 就剛剛議員的質詢裡面 然後沒有是增加的 那為什麼古蹟人數會減少呢 我想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新興的景點增加 尤其是奇美博物館 大家跑到那邊去看 說會產生排擠效應 第二個就是說 你關心的這個 巷弄街區文化的建設 這個我們會持續來加強 文化局他們是很用心 一開始真的是很困難 也感謝議員 到各家去幫忙遊說會參加 人數越多當然效果會越大 但是我認為可能比較好的是 我會請文化局研究一下 看看是不是 就調查出來的一千多家裡面 看怎樣把它組織成一個民間的團體 就是說在地的力量提出來 它有在地性以外 還有會有持續性 文化局來協助他們 避免文化局的同仁一家一家跑 或是請你這樣一家一家去遊說 我想應該會更有效果 如果所需的預算增加的話 我會請文化局來提出 請主機處為支持 至於說這個裝程序 可能我們真的努力了很久 這個觀光局大家都非常用心 至於你剛剛指教了 包括跟居民的溝通 或掛局處的協調 來預先準備解決 後續真正開始的這些問題 這個我們會來加油 至於這個脫掉的問題 如果沒有脫掉 可能觀光客會更不方便 因為它交通會影響 至於你說的 整個一個環中西區的公車這部分 我會請交通局來研究 看看能不能夠降低衝擊 甚至於中西區美術館開始之後 增加的交通量怎麼解決 我們已經是請交通局長局長他們 及早因應在規劃 至於這個體育方面的問題 這個我們也會來加強 包括這個教練未來會給予考評 如果他雖然是一個正式職缺的 專業運動教練 如果成績表現不佳 我們可能會來調整 另外就是說即使是月拼估的 專業運動教練 我們也會看他的成績給他續行 有一個獎勵制度的話 我想成績會更好 未來我們也會跟各單項的 學會的理事長或是幹部來加強溝通 看怎麼樣來培訓各單項的成績 其實我們是很支持的 這幾年來我們在預算上 預言可以從看得出來 我們對體育總會或單項 其實我們是很支持的 這部分我們可能定義一些指標 讓他們來跟市政府可以一起合作 讓我們的體育成績能夠越來越好 有些選手他的確是跟著教練跑的 因為他教練可能到什麼地方 對教練比較有利 他就把選手帶過去了 甚至是把選手當做教練 要得到一個相對來講 比較有利的環境的籌碼 這個時候即使是教育局出面 其實也很困難 但是這個我們都會加油 以上說明 謝謝 好 謝謝邱議員的市政總質詢 我們休息到10點30分繼續開會